就讲我们介绍第四章 学题讲解 第一题呢 如果一台通用计算机 它的速度为平均每次复数乘法5个微秒 那么每次复数加法呢 0.5个微秒 那么用它来计算512点的DFTXN 以致就是说XN是一个512点的有线长序 一个有线长序的 让它来计算512点的DFT 那么问它直接计算需要多少时间 用FFT运算又需要多少时间 那么实际上呢 这样子一个题目呢 就是问你直接计算DFT 它的运算量复数乘法要多少次 复数加法要多少次 那么然后呢 它的这个每一次复数乘法呢 它需要5个微秒 每一次复数加法呢 需要0.5个微秒 那么把这个总的时间求出来 那么就是它是就是说需要的这个计算时间 那么因为这个直接计算DFT计算呢 直接利用DFT计算呢 它复数乘法需要N平方次 复数加法呢 是N乘下N减一次 所以呢 它它所需要的这个词句呢 是复数乘法呢 是T1 呃 乘下 呃 就是说等于5乘下10的6 负6次方 因为5微秒 对吧 所以是5乘上10的负6次方 然后呢 它总共需要N平方次复数乘法 是512的平方 那么它所需要呢 是1.31072秒 那么它的复数加法呢 是0.5乘上10的负6次方 乘以N乘上N减1 那么也就是512乘上512减1 那么它是等于0.130816秒 啊 我们可以看的一般平方下呢 就复数加法和复数 比这个复数乘法的这个运算时间呢 总是小一个数量 那么把这个总的时间啊 也就是说得到这个直接利用DFT计算 所需要的时间呢 是等于T1加T2 那么它是等于1.44秒 好 那么这是直接计算DFT 那么如果是通过利用FFT计算呢 啊 利用FFT计算 它的复数乘法复数呢 是N logN 那么复数加法复数呢 是N logN 啊 N logN 那么 这样子 它这个复数乘法所需要的时间呢 是T 也就是5乘上10的负6次方 总的时间呢 XFK YK呢 是两个N点的实数序列 XN YN的DFT值 那么现在呢 那么现在呢 需要从XKYK 求XN YN的值 那么为了提高运算效率呢 是用一个N点的FFT运算一次完成 那么类似这样一个题目呢 那么我们以前在讲到这个DFT的供额性的时候 啊 讲到DFT供额性的时候 讲到两个实数序列的啊 两个N点的实数序列XN和YN 我利用一次N点的DFT来完成两个序列的N点DFT 好 那么这个题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题目 就是我们上次以前举例子的 X1X2是一个N点的实数序列 那么然后呢 让你用这个一次N点的DFT来完成它的各自的DFT 那么我们是把这个两个实数序列构成一个复数序列 然后呢对它这个复数序列就一次N点DFT 来报告这个复数序列的DFT WK 那么它利用这个线线性 DFT的线线性 它就是X1K和X2K的线线组合 那么再利用这个DFT的供额对称性 就是说十部的DFT是圆周 就是DFT的圆周供额对称分量 虚部的DFT是DFT的圆周供额反对称分量 那么就是说 利用这个呢 这个十部的DFT是圆周供额对称分量 虚部的DFT乘算界是 虚部乘算界是它的DFT呢 是DFT的圆周供额反对称分量 好 那么有这个X1是这个WN的十部 那么它的DFT呢 是X1K是这个WN这个副数序列的十部的DFT 也是这个副数序列的DFT WK的圆周供额对称分量 那么用这样一个方式 一个公式来求 那么因为这个X2是WN的虚部 那么它的DFT X2K呢 是这个虚部的DFT 也是它的DFT的圆周供额反对称分量 除一个G 那么用这个方式来求 这个是这个立体 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立体 两个 两个有些N点的十数序列 那么求各自的N点DFT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题目呢 它是两个十数序列X和Y 那么它的DFT值呢 是XK和YK 这个XK和YK我已知 那么这个十数序列X2和YN 它的DFT值XK和YK 虽然它这个十一序列XN1 YN它是一个十数序列 但是它的DFTXK和YK呢 仍然可能是一个负数序列 是一个N点的负数序列 那么我现在已知XK和YK 要求这个复列反变 DFT反变化 求XN1 那么只能是一次 N点IFT用适量来完成 那么这个怎么来算 这个怎么来算 那么同样的呢 我们利用这个DFT的线信息 因为这个XK它是XN的DFT YK那是YN的DFT 那么然后呢 我构造一个XK它是等于XK加上接YK XK加上接YK 那么而这个XK是XN的DFT YK那是YN的DFT 那么这个ZK是把这个XK和YK这样子的组合起来 线线组合 那么并不是说这个是一个实步 这个是这个ZK的实步 这个是ZK的虚步 那么因为这个本身它是一个复数 那么只不过是XK和YK的线线组合 那么然后呢 被ZK做一次N点IFT印象 就是一次N点IFT印象 可以则它一个序列 一个复数据的ZN 这个复数据的ZN呢 它是这个ZK的IDFT变化 那么也是 根据这个DFT的线线性呢 这个ZN是ZK的DFT反变化 也是这个XK加上YK的 就是加上JYK的这个DFT反变化 也就是说XK和YK的线性组合的DFT反变化 那么DFT它具有线线性 那么线性组合的DFT反变化呢 是它DFT反变化的线性组合 反变化的线性组合 那么这个DFT反变化呢 是等于XN 这个DFT反变化呢 是等于YN 那么等于XN加上JYN JYN 那么好 我现在得到 就是说 我把这个XK和YK 通过线性组合 我得到一个JK 对它求DFT反变化 得到JN 那么这个JN 它是等于XN加YN 这个XK和YK它是复数序列 这个XK并不是JK的实部 YK也不是JK的虚部 那么它接到这场变化 得到这个JN 是XN加上JYN 那么又因为这个已知 这个XN和YN它是实数 实数序列 XN和YN它是一个实数序列 是一个N点的实数序列 那么很显然这个DN这个负数序列 如果表示跟XN加上JYN的话呢 这个XN就是它的实部 YN就是它的虚部 因为它这两个本身是一个实数序列 那么它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一种组合的话 那只能是XN是它的实部 YN是它的虚部 因此呢 就是根据这个XN和YN都是实数序列 我们就可以得到XN就是ZN的实部 YN就是ZN的虚部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以致XN和YN经过一次 把它组合成一个ZK这个序列 那么经过一次N点的RFFT运算呢 我可以得到这个 这个两个序列的各自的FFT DFT反变化XN和YN 好 那么这是第二题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题 第三题 N等于16的时候 画出G2 按时间抽取法 以及呢 按频率抽取法的XZ流途 那么时间抽取呢 采用输入导位序 输出自然序 频率抽取呢 采用输入自然序 输出导位序 这样子的一种 FFT流途 那么我们首先 N等于16 我要这个 画它的这个FFT流途 按时间抽取的和平率抽取的两种 那么 这个它输 不管是时间抽取还是平率抽取 它既有自然生许又有导位许 那么首先呢 第一步我把这个导位序 先抽取了N等于16的时候 自然生许自然是从0123到15 对吧 那么它的导位序应该是什么样的 那么首先第一步 我对这个自然生许0123到15为止 这样子的一组 一组自然生许的这个数 我把它经过变子运算来得到一组导位许 那么它是通过这样子一组 把这个自然许0123次到15 这样子的自然许呢 我把它表示成N等于16 是负为二的四次方 是负为二真之数的形式 0001 01011 100101 这样子 一个负了 就是负为二真之数 这样子自然生许 我把它先写出来 那么然后呢 我把它写成导位许 就把这个N3N2N1N0 把它写成N0N1N2N3的形式 那就是这0001写成10000 0010写成0100 10011写成110 就是要把这个翻过来 倒过来 那就是它的导位许 那么然后呢 把它翻过来以后 就是这种导位许 这个二真之数呢 我再把它转化成字 这个是真之数 那么100呢 它是等于8 0100呢 是等于4 1100等于12 等等这样子 那么最后形成呢 这个呢 就是它的导位许 就形成它的导位许 0 8 4 12 2 10 6 14 19 53 3 11 7 15 这种形式 这个是它的导位许 那么这样子呢 我将来做这个时间抽许 或者频率抽许的时候 输入导位许输出自然许 那么我这个导位许 就按这样子的生许去排列 那么这里频率抽许的时候 输出导位许 那么我导位许 就按这样子的生许排列 好 那么先解决了这个导位许的问题 接下来呢 看这个基本运算单元 而时间抽选的G2 R伏地运算流途呢 N等于16 是2的L次方 L等于4 N等于16 2的R次方 I等于4 那么L等于4呢 那么也就是说 意味着它总共有L等于4级跌性运算 总共需要4级跌性运算 每集呢 12分之N个 也就是8个跌性运算 看这个是G2R伏地算法 10N等于2的A次方的话呢 它总是有L级跌性 每集有2分之N个跌性 那么因此呢 这个16点的这个FFT流途呢 它有4级跌性运算 每集有8个跌性运算 那么每一个跌性呢 时间抽选的每一个跌性呢 它是这样子的一种结构 它就上一级 M1级的到N级的呢 它是这两个点 这样子一种 这个WNR这个系数 是属成的这个XM-1G这个位置 然后这里是复印 那么这种 时间抽选的基本结构 是这样子的 那么然后K和G之间的距离 这个时间抽选 这K和G之间 就一致K的话 这个G的距离是多少呢 每一个跌性的两个跌点之间距离 它只等于2的M-1次方 2的M-1次方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 是N等于16的这个流途 它它总共有2等于4级 结性运算 那么M等于12章4 12章就是 12章4级 就是从M等于 从第一级到第4级 对吗 两个这点距离呢 所以M等于1的时候 等于1.1等于0等1 M等于2的时候是2 M等于3的时候是4 M等于4的时候等于8 那么也就是说 按时间抽选的这个16点的F5T呢 它的这个这个跌性 每个跌性 它的两个这点之间距离 第一级距离是1 第二级距离是2 第三级距离是4 第四级距离是8 那么然后它的这个系数 到底NR的确定呢 这个R呢 是根据这个K的二斤之数 K的二斤之数 乘上2的L解M次方 2乘上2的L解M次方 那么就K的二斤之数呢 左移L解M为不离 也就是说K的二斤之数 左移L解M为不离 那么也就是说 把这样一个 我们可以最后 可以画出这样一个纽约图 对吧 那么它我们 输入是 二次级抽选的输入是 导位序 因此的是零八四十二 这样子一个顺序 对吧 零八四十二二十六十四一九五十三三十一七十五 这个顺序 那么输出呢 是自然序 输出是自然序 是大X从零到十五 这是输入输出 那么然后 它的这个总共有数级 数级这个跌行因素 这里到这里一级 那么这一部分 一级 这里一级 这里一级 总共有数级跌行因素 每一级有八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 基本跌行 那么这里两个 这里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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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个 这里是四个 这里四个八个 那么这里成功有八个 每一级有八个这本跌行 那么每一个跌行呢 它都是这种 这样子的一种结构 那么然后呢 第一级 每一级跌行 就是说 两个这点之间距离 第一级是距离是一 第一级距离一 第二级呢 距离是二 比如说这个点和这个点 是距离二 那么第三级呢 距离四 就这个点和这个点 是距离四 这个点和这个点 是距离四 那么第四级呢 距离八 这个点和这个点 还有就是零和八 那么二呢 时候这里十 啊 距离是八 那么然后呢 这个WNR 这个R的确定 好 NR的确定 那么这个R呢 对于这个 第一级来说 第一级来说 因为它第一个这点 第一个这点呢 它是零二 四六 啊 都是偶数这点 对吧 偶数这点 那么它表示成这个数位的二定次数呢 它的这个N0 目位数都是零 啊 那么然后它是左一二点N位啊 就是把这个K二定次数左一二点N位 L等于4 N等于1 所以呢 它要左一三位 左一三位以后 又没有空出来三位不零 那么它因为它这个M0这位呢 它本来M0这位都等于零 那么所以呢 左一三位以后不零以后 它这个取出数位呢 是等于零 所以这个叙数都等于零啊 都等于零 好 那么第二级呢 啊 就不同了 比如说啊 这个呃 比如说这个叠型 这个叠型呢 是一 对吧 是零零零一 零零零一呢 它左一 二几二等于4 M等于2 好 因此呢 它会等于2 那么左一两位 那么零零零一 左一两位以后呢 啊 零零零一左一两位 那么右面补两位零 啊 那么也就是零一零零 零一零零零是4 所以呢 这里是4 啊 R等于4 这样子 那么啊 底下的也是啊 就这里是 这个叙述 它是 十六零 十六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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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么其他也可以得到 那么然后这个 啊 这一块啊 这一块同样的也是通过这样子啊 它是左一二点M啊 M等于3 所以呢 它是左一一位啊 左一一位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这里呃 这个点啊 这个点它是等于3 3那是零一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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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就是这个K 这个K是01234567 那么它这个R呢 就是01234567 这是16 这个基本 而时间抽选了 这个N等于16的 这个F5T基本流图 接下来我们看 按频率抽选了这个G2F5T流图 那么这个呢 同样的它具有 L等于4G阶型运算 每集呢是有8G阶型运算 那么G等阶型呢 它是DIP阶型的转值 它是这样子的一种阶型 这样子一种阶型 那么然后呢 两个阶型的两个 每个阶型两个G点之间距离呢 是2L-M次方 也就是从第一G M等于1234呢 那么就相当于两个G点距离 是821 821 好 那么然后呢 这个WNR这个系数的确定 这个R这个确定呢 它是K的二进次数 乘上2的M减一次方 也就是说这个K二进次数呢 它是左于M减一位不零 左于M减一位不零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安频率抽选 这个G2F提升法 它这个安频率抽选呢 它输入不然生许 输出是导位许 输出是导位许 那么然后呢 它的这个总共有数级基本的跌行 总共呢 有每一级呢 有八个跌行运算 那么第一级它的第一级它的跌行距 这点之间距离是八 第二级是四 第三级是二 第四级是等一 那么这样子 那么然后呢 它的这个系数 这个系数因为它是左于M减一位 所以呢M等第一级M等一的时候呢 就是不左一 左一等零位 那么也就是说 01234567呢 到这里 这个系数是01234567 好 那么后面呢 也相应的啊 那么从这个频率抽选 按频率抽选的这个基本流途呢 我们可以看起来 它实际上呢 就是按时间抽选的这个基本流途的这个转值 就是刚才我们按时间抽选的这个流途 它的转值 把它转值过来 那么就 但是呢 它没有交换这个 嗯 嗯 我们 就是说 它那个图形上 图形上它实现了转值 但是我们这个输入输出呢 我们没有交换 就是说 那个 就是说 按时间抽选 如果转度过来的这个 这个是大X 这边是小X 图形方向趋法 然后 图形方向趋法 然后交换 输入输出 交换输入输出 那么这个是 这个原来是 这个原来是 这边原来是输入 这边原来输出 然后交换 对的 交换 交换输入输出 那么当时呢 它原来输入的时候呢 它是按导位序的 输出呢 是按自然序的 那么现在我们这里呢 是输入自然序 输出导位序 那么也就是说 按频率抽选的 输入导位序 输出自然序 这样子呢 相当于 就是时间抽选的输入 导位序输出自然序 相当于这个频率抽选 那个输入自然序输出导位序 以后 这个转置以后的这种结构 转置于这种结构 好 那么由这样子的一个 n等于16的这个基本流图 那我们来看它的计算量 n等于16 如果直接计算DFT呢 需要n平方 输出乘法 n平方等于256次输出乘法 那么输出加法呢 是n乘上n-1次 就是240次 就是16乘上15 240次输出乘法 好 那么如果利用FFT计算呢 它需要2分之nlog2n次输出乘法 那么2分之16log2 16是等于4 32次输出乘法 那么它的输出乘法 那是nlog2n次 16是4次输出乘法 好 虽然呢 n等于16 它这个FFT算法 已经比DFT算法 运算的次数少很多了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如果不计成正负1 及正负借的这个运算量 它的实际成法次数是多少次 我们可以来数数看 就是不计成成正负1 计成正负借的运算量 那么正负1正负借是哪些呢 比如说这个W160 它就是1 对吧 W160是等于1 那么W168还是等于负1 对吧 就是说WN0 WN2分之n是等于负1 那么就是W160是等于负1 W168是等于负1 那么这里呢 又把W168这个 那么还有就是W16负 就是1分之n这个点呢 它是借 是借 那么4分之3这个点呢 是负借 那么4分之3这个点我没有 4分之3这个点我没有 4分之3这个点没有 那么就是有16负这个点 那么它是借 那么这点也不算 那么也就是负借都是16零 那么不算 4分之乘法之主 那么负借呢 零负零负零负 那么这些也不算 也不算 因为它是零的话就是一 负的话就是借 那么也不算 那么这里呢 零二负六 那么零负不算 二和六也要算 这里呢 零二负六零负不算 二和六又要算 那么也有一个 这里二六两次 这里二六两次 这种数次 就负借有数次 那么负借 零一二三四五六七 那么也就是零和四不算 好 分下来的 一二三五六七也要算 对吧 那么这里是六次 这里前面一几四次 总共是十次 十次 好 也就是说 实际所需要的这个 那个乘负数 乘法次数呢 只需要十次 不计这个 乘负义 乘负借 因为乘负义的话 就是这个很容易理解的 对吧 他不需要乘负乘法 那么乘负义 不见了 他只实际上就是改变 就是实部和虚部 就是说你原来是实部 你是乘负的 就是一个虚部 对吧 那么原来是虚部 乘负的 负呢 就是实数去乏 对吧 所以这个 也不需要乘负乘法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第九题 他就在下面说法当中选择正确的结论 就选顺调评 这一变化 这一变化 可以用来计算一个N点有限长序列 HN 在这一平面上的 十周上 个ZK点的这变化 HZ 使得 这个ZK呢 等于A的K次方 K等于01 01到N-1 A位时数 A不等于正负1 那么第二呢 ZK等于AK ZK等于01到N-1A位时数 A不等于0 那么第三呢 这个一二两种都可以 第四呢 一二两种都不行 也就是说 这些胶边这变化 不能计算HZ 在Z位时数时的抽样 好 那么这样子一个题目 这样一个题目呢 他问的就是说 也就是说 你这些ZK 就是说 在ZF有限长序列 在这一平面上 十周上 形成一个ZK 这样是一种抽样 他是不是能用 CZT酸法来对他进行 求这些ZK出的 这个非变化 H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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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这样子的题目 那么实际上 就看你这个 这个ZK 这个轨距 它是不是符合 就是CZT酸法当中 这个ZK 它的这个规律 它是不是在 一段螺线上 等根角太样 那么这段螺线呢 又符合怎么样 一定的规律 这个等分角 它又怎么样的变化 那么也就是说 CZT酸法 它是用于计算 这些平面上一段螺线 做等分角的这个抽样点 ZK上的这个 负平面 HZK的 对吧 这是 这个CZT酸法 它就是这些平面上一段螺线 做等分角的一段螺线上 对吧 等这个抽样 就等分角抽样的这个ZK 这些点上的这个 这个被变化值 也就是它是负平辅 HZK 那么 就是求这些值的 就ZK出的这个 这些变化 HZK的 而这个ZK呢 必须是 这些抽样点 必须满足 这样子的一种关系 就是这个ZK 它等于A 乘上W-K 也就是A0乘上W-K E G C太零加上K FY0 K从0到N解1 因为它是N个抽样点 那么 K从0到N解1 那么其中这个A0到W0 C太零 FY0呢 都要是任意的实数 任意的实数 那么也就是说 我这个ZK呢 就是说要构造 就是说你这个抽样点呢 要符合这样子的一种 关系 好 就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第三个点呢 它们之间呢 要符合这样一个表达式 就是你要选取 合适的这个A0 W-K太零 FY0 使得这个ZK呢 就形成就刚 就是说 形成这样子的一种 或者这样子的 一种轨迹 那么我看到 是不是能形成这样的轨迹呢 对于说法1呢 对于说法1 我只要取这个A0等于1 W0等于A 一个-一次方 那么ZX0等于0 FY0等于0 那么ZX0等于0 FY0等于0 那么1的G0次方的等于1 对吧 那么A0等于1 那么这个1 W0-K W0等于A的-一次方 那么也就是说 A的-一次方的-K次方 那么就是A的K次方 那么这个ZK 就是等于A的K次方 那么显然呢 这样子的取值以后呢 它就形成 Z等于A的K次方 那么这样子的取值呢 也就是说7点在Z0等于1 就第一个点呢 是Z0等于1 在1这个位置 因为A0是 A0 Theta 0 是它的这个 A0 E的J Theta 0 是它的趋势点 Theta 0等于0 所以呢 Z0等于1 那么初始向角 就Zeta 0和角度X 在0都是等于0 那么A的-一次方呢 是这个螺线的伸缩率 A的-一次方 是一个螺线的伸缩率 那么这样子呢 就形成一个 十轴上各特样点 ZK等于A的K次方 K同0到N-1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ZK 这种特样点 它是满足这样 特样点的这个 这种轨迹要求的 因此呢 它可以用来用ZZT算法 来计算 这些ZK 特样点上了 这个负频图 这HZK值 用它 可以用来计算 这个HZK值 那么也就是说法1 它是满足的 那么再来看 这个说法2 对于说法2呢 ZK它要等于AK A乘上K 那么这样子的一种轨迹呢 因为它是 无法通过选择 合适的这个A0和W0 使它成为这屏面上 一段螺线 做整分角以后的 一组抽压点 因为找不到合适的 这个 因为ZK和半年 肯定是等于0了 因为它 它是石头上 对吧 那么就凸属相位 凸属相角和这个 角度差都等于0 那么这个A0 W0呢 也无法选择合适的 也形成不了这个 这样子 这种AK 这样子的一种轨迹 就是说 它不能使它成为一种 这屏面上一段螺线 这等分角以后的一组抽压点 因此呢 它不能用来用FJT 来计算各个ZK点的 这个Z变化 HZK 那么因此我们可以得到结论 所以说呢 说法一是正确的 说法一是正确的 这是第九个题 那么再来看这个第十三题 最后一个题 我们希望利用一个单位 可以抽压响应点数M等于50的这个有限通知响应 P个抽压点 因为从内保留法嘛 从内保留法那么它就是说就是把它分担的话 那么前每一段分段它前面要保留P个抽压点 那么第二呢 我们必须从每一段产生的这个输出中呢 取出Q个抽压点 使这些呢 从每一段得到的抽压连接在一起 得到的序列就是所要求的这个滤波输出 因为这个每一个分段里头 其中P个它是同点的 那么剩下来Q个 它是实际的这个选行转积的值 那么它一段一段连接起来 这个Q个抽压点取出来 然后连接起来 一段段连接起来 就是最后的这个滤波输出 那么如果假设输入的各个各段长度呢 是一个100个抽压点 然后各个各段长度是100个抽压点 而离间复列变化的长度是128个点 然后离间复列变化128点 就是一个128点的圆周转积 那么进一步假设 圆周转积的输出讯号标号是从0到127 因为128点嘛 所以从0到127 那么要求这个P 求这个Q 还有呢 求取出来的这个Q个点 那起点和中点的标号 也就是确定从圆周转积的128个点 要取出哪些点 去和前一段的点连接 链接起来 好 这样一个题 这个屏幕呢 实际上就考虑这个重叠保留法 这个 这种分段讲击方法 它是怎么样一个制造过程 好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是我把这个一组糖数 糖序列 我对它进行分段 对它进行分段的话呢 那么我是以100的点对它进行分段 那么实际上因为重叠保留法 对它100的点进来分成分段的 实际上它不是真正是以100而分段的 而是是由这个某一个 以某一个段 比如这里的51这个点来分段 然后呢 其中前面比如说49个点 那么它是要重叠的 要重叠的 那么和这个HN 它对它进行转积以后呢 它只有后面一段 它是真正的线性转积 而前面有一段呢 它是混叠的 那么这一段呢 我们是要 舍弃的 舍弃的 那么对于第一段来说呢 因为它没 就是说 也就是说我每一段分 就是说 因为它前一段要舍弃 所以每一段分段的时候呢 我要保留这个要舍弃的那些点 要舍弃的那些点 那么而这个第一段呢 因为前面没有 所以我要补入这个 这么长度的一些零点 好 那么这样子形成了一个分段 分段完了以后呢 因为它又要做圆周转积 所以呢 它是要满足二的等数出力 就是它这里选了128 那么已经后面它也要补零 后面要补零 后面补零 那么然后对它进行圆周转积 然后呢 你圆周转积有一部分代表现行转积 那么其中我这个部分代表现行转积呢 它是真正的这个 它需要连接起来的那些段 比如说它输出来以后 前面一段是混叠的 那么后面一段呢 是它鼓灵的那一段 那么只有中间有一段呢 是它真正 就是说真正的线线卷积的这个结果 然后需要衔接起来的那些 那么我们来看这样这个题的解答 因为它是采用重度保留法 所以呢 如果重度想以HN的点数 它是N点 那HN的点数是N点 所以呢 重度保留法我们说是 一个很长的序列 和这个HN转积的话 那么它需要 我们说前面需要保留 这个HN的长度的 就是说 保留 如果HN如果是N点的话 那么我这个序列 前面需要保留N点一个点 那需要保留N点一个点 这个点呢 是我是用来和这个HN 我转积以后 让它混叠的 需要舍弃的这些点 那么也就是说 原度转积结果前面的 这个N点一个点 它不代表线性转积结果 因此呢 每段同个点数 这个P呢 是N-E等于49个点 它49个点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书上讲 整个保留法是N 就是HN是N的时候 那么它保留N-1个点 让它重叠 那么这里是 也就是说49个点 好 那么它每段点数是 2的7次方的128个点 但是呢 其中只有100个点 是有效输入数据 其中28个点呢 是补充的0个点 因此呢 各种不同点 又有效的点数 那么前面49个点 是重叠的 后面28个点是补的0 那么也就是说中间只有 有效的点呢 只有100个点里头 减去49个点 是51个点 是51个点 也就是说这个图里头 全面数是9个点 是补留 第一段是补0的 第二段是保留的 后面28个点是补0的 那么真正有效的呢 就是中间这个 51个点 51个点 好Q 好 那么然后呢 每段128个数据点中呢 取出来的Q个点的这个讯号呢 是从N等于49到99 因为P是从P是49个点混叠 那么也就是0到48个混叠的 0到48个混叠的 那么也就是说从49开始 49开始 总共51个点 就是到99为止 到99为止 那么它是真正有效的 而从这个第100个点 到127这个点 之后呢 是28个点 就100到127 那是总共28个点呢 它是补了0以后的那个点 那么它也不能代表先行占记 那么只有从49到99这些点呢 用这些点和前后段取出来的 相应点连接起来呢 才可以得到原来的这个常数 输入序列 好 那么另外呢 对于第一段数据 它没有前一段 因此呢 在数据之前 必须加上 P等于N 49个0之点 以免就是数据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个图上 我们看得很清楚 第一段 我前面加49个0点 然后呢 和51个点组成100个 100个 这个第一段 100个点 然后后面 组28个0 和它这个 HM转机 得到的是这个输出 远周转 128点的远周转机 前面49点是混跌的 后面28点是它补零以后的 也是不代表现行转机的 因为根据现行转机的话 大家看 它根据现行转机 这是51个点 就这分线这一段 是我要计算的 51点 和这个HM是50点 那么它先行转机 长度是什么 50加51-1是100点 也就是说 就是从0开始到这个99 这个点 这段是先行转机结果 而且呢 因为这个49个点是混跌的 不要的 那么也就是剩下的 从这个49到99 是真正的 线性转机 那么第二段呢 是保留 就是说 从这个 从这个 90 这里是49到99 那么从100点 100开始 到后面 去51个点 然后前面保留49个点 那么形成的是第二段 第二段 那么这个第二段 后面补零和这个HM做128点的 圆轴转机 那么得到的是这个数据 同样的 它前面49个点是混接的 后面28个点是它补零以后的 不代表先行转机 那么中间这个51个点呢 它是有效的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49到99 那么这里的49到99 那么它前后连接起来 最后得到的是它真正的这个HM 和这个输入序列的 转推的 谢谢转推的结果 好 那么这个第四章的这里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这一讲就讲到这些 出费者的 这一讲就讲到这个 因为里面 没有调士的 很容易 都超过 就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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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有点